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澳門無論去到哪都是要用這個健康碼的, 我相信這幾年大家都應該是習慣了, 現在就算是出入境都是要做一次健康碼, 包括在內地的健康碼和澳門的健康碼都是要做一次的。 今次這單的新聞說有一個大陸的勞工 就用了別人的健康碼企圖過關, 我們就馬上看看新聞說了什麼。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 衛生局揭發了一名外地僱員入境澳門時, 用第二個人的健康碼企圖逃避防疫措施管制。 馬上衛生局向了檢察院作出檢舉, 檢察院調查完後就對這名涉案外勞提出控訴, 案件就要依情罪交去初級法院排期審理。 根據案件顯示, 事發當日, 這名疑犯入境澳門時, 出示核酸檢測結果過了有效期, 無法出示有效核酸檢測證明, 所以不能入境澳門。 疑犯後就要求其他人借他的健康碼給他用, 以及企圖用這個健康碼再次入境澳門, 最後被關後衛生當局檢察人員釋破, 從而揭發這件事, 針對這名疑犯企圖逃避防疫措施, 有可能導致公共衛生安全行為。 依照法例規定, 檢察員會對這名疑犯作出違反防疫措施罪控訴, 一旦聚成,最高要坐6個月及罰60天罰金。 為了有效防疫新冠肺炎疫情, 特區政府採取了多種防疫措施, 包括入境澳門時要持有特定期限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以及特定地區入境澳門時要接受隔離。 如果是違反澳門衛生局的防疫措施的話, 可以最高罰他坐兩年及最高240天罰金。 根據資料顯示, 由2021年1月至6月中間為止, 檢察員以違反防疫措施罪提出控訴案件有9宗案件, 包括這宗案件有5宗案件準備審。 提出控訴的其他8宗案件有4名澳門居民, 另外有4名分別來自內地、台灣地區及美國旅客, 一共有8名。 當中有5宗案件涉嫌違反醫學觀察規定, 包括無按照指示指定地點接受隔離、 或在隔離期間善離指定地點或觀察地方。 另外有3宗案件涉及未持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進入賭場情況。 現在那些人都真是厲害的喲, 要不就漏暴, 再不就在隔離時自己走出去, 這宗案件更加是想用別人的健康碼過關, 其實安安分分地出示那些證明很難嗎? 又不是殺人放火, 好似這宗案件, 其實只是核酸過期喲, 趕快到關口那裏做核酸便可以喲, 現在他這樣分分鐘除了罰錢之外還要坐牢, 其實現在這一類人都真是好自私, 做事就只是為了自己方便, 完全不理其他人, 如果個個都是他這樣, 在現在周邊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之下, 澳門就真是好危險的喲, 希望政府就可以做好把關喲, 因為今年1月到現在都有9宗案件出現了, 我相信應該還是有不少人有這類情況發生的, 因為很多時候這類這樣的申報其實都是自願性質來的, 去完外地回來, 其實去過那邊我們根本就不會知道的, 所以這一類這部份就真是防禦漏洞來的, 至於健康碼這件事, 我只可以說是那個勞工蠢, 因為你做完健康碼之後, 還要打手指毛才可以過關的, 去到澳門你又要再更新一次才行的, 想用別人的碼過關, 我只可以說這傢伙蠢咯。 那今集我們就來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我們就下集再見吧, 拜拜!